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花大叔为您带来的多谈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梦幻联赛第24赛季的总决赛 那败者组决赛那边啊 比赛提前两个多小时 结果等到我我上线他昨天预告的这个比赛时间的时候 他败者组决赛直接偷偷摸摸的打完了啊 提前两个多小时开也是有点离谱 那他这样的话呢 就直接进入到总决赛 那败者组决赛那边呢 是falcons2比0轻取了spirit啊 spirit跟昨天预测的也差不多 总决赛呢 我估计人应该就是BB打falcons 那至于说BB和falcons这两个队伍哪只队伍强呢 这个都不好说了 因为现在这两只战队其实代表着是两个状态 那falcons代表的是稳健派啊 他们现在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 以及人员稳定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让他们这只队伍现在的下限极高 状态非常的稳定 而且呢 实力也很强劲 而BB这个战队呢 则是处在天赋对线期啊 就是说他们的天赋现在正在逐步的转化成一个实战的效果 呃 这只队伍的天赋可以说是当下整个dota圈里边 天赋最高的战队 没有之一 那整只队伍都是天赋最高的 除了我我个人的感觉啊 这个仅限于我个人 我感觉Miro这个选手 他的上限可能没有其他这些选手这么出色 但是BB的这个一号位和二号位目前都处在他们天赋整个一个对线的阶段 那四五号位的话呢 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了 这个没有什么在比赛经验上面的差别 那么属于是这个非常非常未来的一个队伍啊 非常未来的队伍 哎 这边看一下阵容吧 Crate这边是拿出了小松鼠 卡当米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一个海民 钢铭兽往后追 这个地方最后两下呢没卡住 呃 最后两下这个没卡住也没办法 旁边有树林的话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砍树直接跑 呃 Crate这个位置在卡位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在卡位的同时给一点输出 因为光靠这个钢铭兽过来的话 再往前追很长一段的话 呃 最后没杀掉 其实反而得不偿失 那因此他们追的也算是比较的克制 下路这场比赛 Falcons是拿出了帕格纳加上练金两个英雄 中单是一个大胜 3号位ETF的钢铭兽 而BB这场比赛则是1号位的水仁 没有使用昨天那个中单朝长的Kyotaka的中单水仁 而是选择把水仁交给了1号位Piro来用 中单呢放的是Kyotaka的一个蓝猫 然后5号位这边是一个海民 BB的3-4号位组合呢是边福骑士加上一个兽王这样的一个阵容 3号位兽王被拿出来了 应该说是一个 对于BB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兽王这个英雄 有些队伍的兽王虽然玩的很弱吧 但是兽王这个英雄本身在当下这个版本 3号位这个位置上来说 他是一个完美的3号位 他属于是干什么都能干的一种三 而且不同的出装节奏和不同的出装思路 呃 代表着这个英雄他不同的一个打法 而且他不管是哪一种出装思路哪一种打法都有很好的效果 ATF这边是有后背的 有后背的话这两个人追着ATF这么打不划算 那中路大胜对蓝猫的这个对线 目前来看这个蓝猫的对线打的还是相当的出彩的呀 那大胜虽然一直在用72变躲残影的伤害 但是这个超部合跟残影你只能选择一个来躲呀 啊 毕竟这两个伤害他中间的时间差是你72变没办法去覆盖掉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双方的一个开局对线由于没有吹一血啊 经济方面Falcons在上路这边钢飞兽是一个无解肥下路又放的是一个令金 嗯 补刀也不错所以目前整个来看的话这个经济是领先一些 这场比赛的核心其实看的是这个大胜能不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带起来 然后让炼金这边快速的去发育 然后让炼金在快速拿到辉耀跳刀之后呢 然后赶紧的来参与这个正面的一个团战 嗯 这个Pero的血线 还有这边上边这边是进行了一波博弈 但是博弈我感觉这个海民可能有点要遭重的意思 钢飞兽并没有选择强行去追 这边提前种上一棵树 海民这里是在和小松鼠两个人在队A 水人那边直接是不管了 水人是不管了 钢飞兽呢一直在旁边在掩护 然后中路这里现在大胜的补刀呢是18-4 反补方面还是吃了一些亏的 QTaka这边看到上路这个神幅距离太远了 确实没办法过去抢了 嗯 这不会又决赛了吧 确实是决赛了 他说败者组决赛你有录播吗 没有 诶 这边还是被credit的小松鼠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没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海民单人去跟小松鼠这么打的话太吃亏了 因为海民前期他的技能在输出方面跟小松鼠不是一个量级的 再加上人你远程打近战 你一速也没有优势这个没办法 属于是只要队友不来就一定会被队友占便宜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 Team Falcons在前期的三条线对线都不吃亏的情况下 甚至都有一点小优的一个情况下 再加上一个一血 团队经济是值分的一千来了 Maren的大圣在中路随着等级上来之后啊 属性装堆起来之后 现在在中路对线和补刀方面也追平了 正反部加下来的总数和对手已经是差不多甚至反超了 炼金术是在下路无解肥 上路钢飞兽无解肥 对方的水人是有一点承压 但是拼的这个基本功还是相当到位 在线上的保证了自己的一个正反部 里边海民接住 但你们两个人打不过这个呀 这个打不过的 小松鼠这个捆的术是被对方给砍掉了 但是这个海民 海民走不掉呀 我怎么感觉BB这上路两个人好像 不应该呀 我感觉他们好像不是很会打钢飞呢 为什么 前期兑现了钢飞的时候不能这么打的 这个钢飞兽太喜欢看见你们前期这么打了 你一直在钢飞兽的真字扫射范围之内 然后一直在打他的后背 甚至会给他的控制然后打他的后背 完全没有去在乎自己身上叠的层数 还跟对方去硬钢 这么打的话这个钢飞说要开心死了 这个有点 这个按理说不可能啊 就不可能说他们打钢飞打的少 因为毕竟钢飞是个热门英雄 不可能说打的少 然后没经验 哎 这边下路要叫单杀了 看看这个瓶子上去还是完成了一个击杀 大圣职员过来以后 编夫骑士这应该是要被抓死 不过 完成了对于Snake in的一个单杀之后 其实对于编夫骑士而言已经可以接受了 这个结果就可以接受了 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 整体的表现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相当高的稳定性和相当相当顶尖的水准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下一个比赛 我目前还没有看上什么时间啊 那么下一个好像是ESR1 而且有ESR1的这个预选 这个地方神符被抢到 这个大圣跳到最里边 然后赶紧让TB回到中路继续去发育 上路的这位神符呢 还是海民这里拿到了 变成雪球很及时啊 这一下 抢到神符以后 目前人都数3比1 练金术是保证了自己的无解肥 钢杯兽那边也是无解肥 这场比赛比比不好打了 比比不好打了 看看待会这个兽王能做多少事情吧 刚被兽虽然不好杀 但是面对兽王的时候呢 这个 大圣和练金都还是比较好杀的 兽王杀这两个人还是不难的 看看这里下落 棉绕的位置 这扛塔扛的刺激多了呀 被防御塔打掉好多血 正好这边来的队友比较多 对方也是赶紧让TB过来救一下 SKJ提前开大这个位置 反应还是很正确的 ESR1的还选会拨吗 还选应该不会拨吧 预选赛 打算看情况 也不用太对这个 新组建的这几支战队 有什么过高的一个期许 都是一些 已经退役 或者是正在退役 或者是准备退役 或者是已经退役了好久的这些 老选手的一个重新的排列几盒 看个 看个回忆 看个回忆还可以 看个热门还可以 比较连金术室给一个瓶子 大胜 双倍大胜 皮尔的一个位置 这个水人的波浪形态给晚了 而且20个摩瓣也没有吃 这个有点拖辣了 皮尔的一个位置 其实 不过他 是不是感觉自己就算是波浪形态 也跑不掉 感觉 这几天兽王又行了 版本三被搬了 不是啊 兽王这个英雄本来就是T0级的三之一 而且兽王是不管在比赛还是路人局里边 都是非常强的一个三号位 上分用他也非常好用 这个英雄只是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意思 他玩起来没有什么快感 仅此而已 但是你要说强度 他是非常在线的 这张比赛在 在十分钟的时候呢这个Falcons已经是拿到了比赛的一个可以说是无比巨大的优势 BB这场比赛目前三大哥的经济连对方三大哥最穷的大胜都追不上 而且他们一个阵容明显是比较慢的成型是比较慢的水人这场比赛因为太穷了已经准备去出点金手了 看看这波狼猫飞过来以后呢打一套ATF在这开始吃伤害 ATF现在的装备比较一般他准备直接去裸A的 直接去裸A的话这个阶段的输出并不是很高 看看Skater来到这边这场哎要自爆啦自爆了有点尴尬的 这样的话只能杀一个对方的海民了 别人都追不上这个人头就被Skater一个平A代表 那这样的话灰奥快出来了 没玩过兽王为啥强啊 他的机制比较简单 然后技能的效果非常的直接 很直白的一个英雄就是 他是单纯的从技能的一个实用性 还有能打盾能推塔这两个层面 加无视魔免控这三个层面来讲 他就弱不了你知道吧 他的机制就绝对了他弱不了 看看这里想中路这边过来抓一波 支援素非常非常的快 不过BB呢明显也是有所提防 知道对方针对这个支援的快 那我就提前走 我不跟你打我提前走 这会帮助到他们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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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德鲁伊怎么销声匿迹了 德鲁伊被削了 收王这个大招给上去 杀一个帕格纳 帕格纳里面虚无厌自杰 这要被反杀了呀 好像没什么技能了 变成其实里面有一个大招 第一时间没舍得给 第二时间给一个大 终于完成了击杀 但是Mirror是先被戴了 而且Mirror是死于 snaping的手里边 看那个意思应该是死棒子上 有话Purro非常鸡贼 变成了小松鼠给了一个网 网了一下这个上述的大圣 德鲁伊是被削弱了 被削弱的在树枝层面 把他削了 一共就撒倒就来 然后树枝一削 这个英雄肯定就不是很好用 不是完全不能用 他不像风行 风行是真的直接削到这个英雄 就直接就退退环境了 根本就没法使了削的 德鲁伊属于是 他的一个削弱幅度会 让这个英雄用起来呢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弱化 但没有像风行那样说 完全不能用 决赛嘛 是的 总决赛 团队经济差已经拉开到6000了 这场比赛大圣的节奏 其实带的并不是特别的凶残 这个Falcons现在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巨大领先优势 是来源于对线期就带来的优势 然后保持到现在 他们甚至没有去做太多 在对线期结束之后的这个工作 这个神符被反补掉 蓝猫还要往上追吗 这个追帕格纳可不是什么太好的事 帕格纳这个英雄 一旦你第一时间秒不掉到后续控制不够的话 他开始用虚无加吸血 这个事个应你的话挺难处理 RGS的兽 甚至中国选手的兽 怎么跟国外的不太一样 啥原因 这边来自爆了 这个你说的这个不一样 你要 你说他不一样 你一定要说出来 他不一样在哪 这样的话 我才好给你回答 你只说一个不一样 但是说不说出来不一样在哪 这个没法回答呀 每个战队在用每一个英雄的时候 一般来说 首先他们要去鼓舞的是整支队伍的一个节奏 就是我选出来这套阵容 我的发力期是在什么时候 我发力期的主要的一个点 到底是以装备为驱动 还是以等级为驱动 等级为驱动的话 我是以酱油位的等级来驱动 还是以三号位等级驱动 还是中单的等级驱动 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一个英雄 你比如说兽这个英雄 他在有些队伍手里面 他三级就开始逛街游走了 在有些队伍的手里面 他会一直站在中路站很久 或者一直站在猎势路站很久 兽王这个英雄也是 有些队伍的兽王 会很早的就开始去打架 而有的队伍的兽王 他会选择一直站在猎势路这边 把线带到很深的位置 不停的去拉扯对手的一个 人员的走位和防守的一个调度 这个是看你整支队伍的战术 制定计划是什么样的 以及这个选手 他最擅长的打法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选手他是可以去服务于战队 能够适应很多种打法 有些选手就是他会 他是自己有某一个打法极其的擅长 一般来说后者更容易高光 但是前者其实战队更喜欢 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像是老十一 还有三大兵这些选手 他们都是很高光的选手 但是他们的个人色彩都非常的鲜明 所以当这个一旦版本来到不太适应 他们的这种打法节奏的时候 往往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就会显得有一些的不那么顺畅 打起来 这边留住了一个海民 这个海民冰墙截的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刚没受到一旦出来了以后 这一波的伤害是完成了 对于海民的击杀 那这一波的话是酸物加敌地 小同胞是不是出了 就突然疯狂的点头 因为我的疯狂的搓头 疯狂的转圈脑袋搓头 打不出效果 看不出墙甚至感觉很弱 这边捆住我 看一下这个G 这一波的这个控制链 确实水尔是反应不过来的 对方这两个人的这个控制链 衔接的太快了 给大家回看一下这波吧 这波是一个教科书记 对水尔的击杀手段 大家可以注意看 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控制链衔接 先是棒子 然后直接中树接捆 他必须要在这个大棒子 控制时间之内 把这个捆给他生效 又是一个完美的捆 留住 nice 小松鼠这个英雄 我的个人建议是打顶级强队 当你知道对方队伍里面有一个顶级小松鼠的时候 拿前三个班位给他搬掉 小松鼠这个英雄的上限实在是太高了 他的上限 他真的跟路人局 比赛比赛局 顶分绝活哥和一般的顶级选手 这个完全是两个英雄 里边连金叔叔跳过来给一瓶子 大到对方两个人 然后直接开溜 小松鼠这个英雄 如果你自己这边不是先搬先选 同时对方又是有一首绝活的话 一定给他搬了 这个东西 太厉害了 再说感觉BB这把让软刀的割肉要被磨死了 这把BB前期对线不顺 而且他们的这个阵容的打法思路我有点迷糊 我有点没看明白他们的节奏点 到底让谁 应该是蓝猫来自我 这边抓小松鼠 很聪明 小松鼠里边多给了一首控制 蓝猫已经空蓝了 蓝猫空蓝了 有人意识到吗 连金叔叔这张比赛化身自爆狂魔 他自爆多少次 Skid这个连金叔叔这张比赛自爆多少次 没有A帐的时候自爆可以理解 没有跳刀的时候自爆可以理解 有跳刀还自爆这么多回 只能说对手的防范做的也是够到位的 看寿王了 寿王在这种局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而且他自己的经济不够 经济这个时候寿王的经济如果是 比如说现在这个炼金是有一万四 你寿王假如说你有一万二 对吧 有一万二经济的寿王 那是可以靠他的 但是现在他的经济只有不到一万 那对方还有一个一万一千六的钢飞兽 这个兽王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了 看一下这边 炼金叔叔上来给一下 然后刚被兽开一仗 对方的海民变水球 救一手 然后水人这边奔身 留住一个海民 水人是被海民救下来了 不过自己跑不掉了 这边小松鼠是一个捆住一个狙 这个人头提前驱驱出来 人头让给没有人 然后下路这边炼金叔叔来路过这个野区商店 然后看到了一个小鸡 就是他干了猫的小鸡 这边给上一个附近锁捆住 然后看一下 兽王好住 nice 带走一个没有人大杀特杀被终结594块钱到手 BB战队从昨天的比赛来看 这个队伍的韧性是非常强的 其实在逆风局的时候 这支队伍往回打的这个意愿和能力是很强的 话说这场比赛 钢飞兽其实有一个装备 这场比赛我都不知道怎么输 这场比赛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Falcons这场比赛如果出三个莲花的话 好像这个比赛都不知道怎么输 就是这个地方弹走了 Cred小松鼠也被抓了 这个瓶子扔上去 Cred小松鼠给上来 对方这个冰墙给的非常的完美啊 直接把鹿给堵住了 完全堵住了 就刚被兽出一个莲花 又可以挡对面的这个兽王大 兽王大招不敢轻易给嘛 冰属骑士大招也没法给 然后呢 对方海民的技能也没法给 对吧 你给雪球人家哎 人家也钻雪球了 对吧 水的遍体攻击也不好给 然后这玩意还能驱散对面 给他上了debug 沉默什么 你巴巴巴的这些东西 这样比赛要做两三个莲花 这感觉好像输不了了就 小松鼠做一个套给链金 刚没说自己做一个 然后帕格纳做一个套给大胜 团战的时候这仨 哥仨顶着莲花往前一走 对面都不知道怎么玩了 技能完全给过去 有的时候莲花这个道具 就是有奇效的一个装备 当对方的阵容都是一些指向性技能 比较足的时候 这个莲花这个玩意儿 是有奇效啊 特别好使 推荐大家以后在玩的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道具 有些阵容出来以后真的特别好用 有对方比如说特别标准的一个英雄是Lion 现在这个版本Lion还挺火的 就当你看到对方有人去用Lion的时候 你就掏一个莲花出来 能难受死他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干这事 对面有小Y 有Lion 有天怒 然后有这个什么蓝猫这些英雄 然后兽王 就出莲花 哎 这边没蓝了 没有多少蓝了这个蓝猫接捆 小猪猫就是一个接捆接捆 nice 阿胜这个大招其实给不给无所谓 但是他这个大 呃 其实是一个预防性的大 就是有可能对方会为了救这个蓝猫 然后其他的人都在附近打起来了 看到这里一棒子敲掉 然后电斤术跳上来 起刀带走这个海民 完成击杀 感觉杜姆也怕 很多英雄都很怕这个玩意儿 他有的英雄是什么 有的英雄是他可能 他愿意去顶着莲花给你这个技能 但是呢 反正他也难受 他是一个会让对面很难受的装备 而且莲花作为一个自身驱散的装备 它是一个完美的道具 能够去自身驱散的道具的话 有几个 一个是分身 一个是风胀 一个是BKB 一个就是莲花 莲花这个道具呢 CD又短 然后本身还带一个非常不错的回复效果 再加上施把很快 然后也没有像这个分身斧那样 不适合很多英雄 莲花这个东西 所有 只要你这个英雄 它是一个需要在前面顶着的 稍微需要肉一点的英雄 其实莲花都可以动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不提供输出 但是这玩意他有护甲 莲花这个玩意的护甲是很高的 10点护甲 然后再加上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复效果 15秒的CD 然后持续时间的 5秒钟的持续时间 15秒的CD 覆盖率也非常高 飞剑 带货 直接一个货的带 撒旦是不是也有啊 对撒旦也有 撒旦确实有 大家上这块利用自己的棒子 接上复灵锁 然后呢 链金上来瓶子扔住去了 空蓝了 哎呦 蓝宝有空蓝了 呀 小宗主这个G G到 然后再加一刀 再加辉耀 完成击杀 这拨打完了以后 Falcons已经是碾压的态势 BB这场比赛 他们在游戏的 争气这段时间 没有去想办法 他们没有去想办法进攻 被Falcons的超快速支援 打的有点 畏首畏尾的 而且他们找不着 特别好的一个进攻的目标 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兽王拿到A帐以后 他完全是沉浸在了 刷钱的快乐当中 虽然兽王这个版本是A帐之后 需要快速的刷钱去 再加上快速出跳刀 和BKB来往前顶 但是大哥不是说 你出完A帐以后 一点架都不打 你这有大招的时候 是要去搞得好事情的 刚刚出完这个A帐的兽王 跳大顶到对方身上 其实极强 这个极强 哎 这边变速骑士拉住 找一个 nice 你看这个伤害其实很高 DP这个阵容伤害一点都不低 蓝猫这边看上往前留人 刚被兽 刚被兽这个位置 看一下蓝猫顶上去 对方那个车推的阵型有点好 哎 这个再追感觉要出事 刚被兽现在有点无敌的 刚被兽现在是有点无敌的 兄弟们 哎呦 完了 被法克斯算计的死死了 这一步 法克斯这个反打我都看出来了 对边看不出来啊 这对边大圣还在接着往前追 刚才你这种追击 你看不见大圣 看不见刚被 你不能这么轻易追的 这边一棒子出去 没打到 变速骑士呢 等到自己的火焰飞行 开起来 CD撞好飞起来绕到远端 Pero呢 绕到后面去击杀掉了 你看这边追 这边追也追崩了 也把自己追崩了 这帮队伍在追杀的时候 都比较容易上头的 其实还是 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啊 大家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都会这样 不投不固定 很正常 来 收王这个大招 吼住 但是收王你这个大招 给了他 你这 直接BKB回家了 也行吧 他上那边再过来以后 看别人其事 炸一下去 给上一棒子定做 开始叠鼻涕 对方那边推推 走一下 干杯兽接着给鼻涕 然后再扔 哎 这一个毛团 还没有扔到 不过问题不大 接上前追 这块有眼 炼金 事物是复活 赶刀战场 跳过来一个瓶子 加两刀 带走对手 刚被收 因为太有钱了 山上已经直接背上宝石了 他说今晚有正片吗 正片的话 应该是没有 但如果大家很想看正片的话 或者很想看我被欺负的话 咱们这个比赛 每一场比赛一结束 我马上就开始给大家上正片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这里一棒子 瘦王要被秒吗 说完了 瘦王被秒了 没有出桌空 瞬间秒了三个人 伤害太高了 还剩两个大哥位 炼金数字开始接上前顶 水是波浪形态 加BKBTP 加转属 打一个被动晕 第一刀就出被动晕 什么运气 平时这个变成大胜 给一棒子 对手这边也是一顿连控 给上去 最后一发不灵锁 捆住 完成击杀 水人的主宰比赛被终结 平时这样比赛的水人呢 其实打的还算是可以 还算可以 现在这只Falcons 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这只队伍 他们这只队伍 现在最厉害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一直在成长 打了这么长 没蓝了 没蓝了 一点蓝都没有蓝 他被大空直接追死 就这只队伍 他们他们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一个提升的方式 他们整只队伍的打法 节奏和配合能力在保证的一个一直保持的一个高水准的情况下 他们在扩充自己英雄池的这个方法上面 就扎实到让你难以理解 他们的扩展英雄池的方式是一个一个的扩展 就是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ATF的钢被兽 他现在在扩展他的钢被兽这个英雄作为他的英雄池 他每天就练这一个 很神奇 你知道吗 这个队伍 他们一点都不着急 别的队伍可能他同时要练好几个英雄 然后继续练很多种套路 然后这个队伍不 这个队伍是什么 我打算练 我打算去开发这个英雄 好那我就练这个英雄 我天天就打这一个 我别的不玩 我就要在就持续练 练到什么时候 我一直把他练到30级Title 然后我觉得我玩的差不多了 我再开始去练下一个 然后这个英雄的熟练度呢 一直就通过比赛去保持 然后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Mailin他的英雄池 现在他在练这个 就是马格纳斯 有马格纳斯我就选 有马格纳斯我就选 然后没有马格纳斯的时候 我就选我之前的绝活 我也不玩飘 我就拿之前的绝活 然后呢在比赛结束以后 一结束马上就开始去天天练 马格纳斯 他们这个队伍就是属于那种 就一点都不着急 就这段时间我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就不好 无所谓 我不在乎 很 这个这种队伍其实是很可怕的 一种情况 整支队伍都很酬勤 还是那句话 我就我我还是那句话 就这个酬勤这个事 永远没有错 多练一定比少练管用 好吧 这现在 ATF的这个钢杯兽熟练度 又也十几 也是黄金了 现在也到黄金了 也到也到黄金了 Skater的这个也到 这个是什么级 看一下 这个是多少级 十九级了 他这个十九级了 然后ATF的这个号的钢杯兽练到十三级了 然后这个大胜 Maren的大胜 现在是二十九级 也快到太陡了 马上眼看哪道太陡了 很很离谱 这个队伍 这种队伍真的很离谱 其实这个钢杯的大招怎么用 什么时间用 你说那个红脸吗 红脸 那个叫 我想想他这个叫 红光满面吧 红光满面的战役 这个技能就是你追杀对面的时候 在巨大优势追杀对面的时候 杀掉对手的小宗鼠 其实也算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钢杯兽现在的状态是要残 打上这边利用自己的护灵所 加开大 Maren走不出去 直接被打死 钢杯兽接着在前面顶 A仗技能开起来 直接往里面顶 海明一个海将成全 接雪球 Nice 代表钢杯兽 钢杯兽里面死了以后 交掉自己的第一条命 小宗鼠选到了马虎 钢杯兽站起来以后 第二条命怎么办 蓝猫已经被对手直接给满穿了 那其他的人现在打不了了 那这样的话 上路下路 中路三路高低高破 第一场比赛轻取对手 Felkins第一场比赛 展现出来的这个实力 碾压呀 这个真的是纯纯的碾压 这个队伍 不好搞 不好搞 太厉害了 实在是 看看这里海绵 变雪球滚一下 然后这根水 给上一个变定攻击 但是伤害不够 海民选择了买活 受网选择了买活 呃 梅亚塔被拔掉 对方这个时候选择 先理智的回撤一下 因为蓝猫马上复活了 受网买活以后 手里有大 海民手里面 大招CDA已经赚好了 练一个泰斗的英雄 要多少个小时 一个派斗的英雄 是需要几百场来着 我忘了 是几百场来着 哪个有钱的金主爸爸 我也不急 不是 这个队伍 他们有有有有有钱的金主爸爸 这个不假 有有钱的金主爸爸 不急 也可以 但是这个队伍 他强就强带 他有一个有钱的金主爸爸 但是全队没有懈怠 也有很多其他的战队 就也找了一个 很有钱的金主爸爸 来投资自己的战队 但是全队都 都都都都非常的懈怠 都不去酬勤 都不好好训练 然后打比赛的成绩 一天比一天次 从大型比赛 能拿前几名 甚至拿冠军 然后能直接跌落到 连地区选选赛都出不去 这种队伍有很多 不是一个两个 但是你像这个 Falcons这个队伍 他们现在 就到现在为止 我这两天 给大家直播的 录播的观众 可能看不到 直播中间休息的时间 会给大家插播 天梯的顶分局 老能看见 这个Falcons这帮人 打完比赛 你看这边比赛刚结束 下一场比赛 他们的比赛刚结束 然后再到天梯顶分局 他们那儿就已经练上了 就是这样的 这边一拳 鲁鲁飞 看一下钢鲁兽 钢鲁兽现在好结实 这鲁鲁也出来了 蓝猫飞出来 没找人 尴尬了 这边打一个被动晕 然后这边开始给输出 比如说开始BKB 跑出去 兽王大招 给到令金术 是身上的 这样的话打不了了 KGG了 后边已经没有任何 能够打赢团战的可能性了 连帕格纳都在 骑连水人了 你们这干的是人事啊 链接住又自爆了 自爆居士 这场比赛这是 看一下这里 开始过来拆基地 直接过来拆基地 这边海绵变雪球 上来滚中 然后大胜 然后大胜过来 开始给输出 击他开启了BKB 但是对面表现 根本不要血 选手出来以后 找对方的后排 想秒没秒掉 自己被对方 一顿连控 一个吸血 Sneaking拿到人头 GG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